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高雄城中城大火的事情 夺走了我們的46條國人同胞的性命 那當然今天很多家屬到了殯儀館去認識 你可以看到這一幕一幕很慘的悲劇 在現場發生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狀況 我們就騎回去大概3點4幾20分吧 然後那時候基本上下面已經圍起來了 就是也已經燒上去嘛 那時候一收到消息 就已經打電話回去了 就有通沒有人接 他叫我們一起來幾年嗎 來 我收拾一下 來 你收到嗎 現在靠電在這裡嗎 還有檢察官來對不對 檢察官沒有找到 其實這一幕一幕都讓人家覺得非常的難受 這個有的家屬已經找了20幾家醫院到處去找 可是找不到自己的親人 真的很難過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是昨天在現場 很多人看到心酸流下眼淚的一張照片 這位小姐她很年輕 24歲 她北漂在台南上班 她的父母一位失智 另外一位得癌症 就是媽媽 好不容易抗癌成功 可能是因為家境的關係 或是其他的因素 她只能把爸爸媽媽放在這一棟大樓裡面 可能也是租金低廉的關係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把無情的大火 最後她的希望已經破滅了 大家也看到了 最後這位小姐到避儀館去發現 就是爸媽都走了 很難受 很難受 那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故事 各式各樣的心酸 各式各樣底層的悲歌 26歲的陳先生 同樣的 她跟爸爸媽媽年紀很大了 一起租在8樓 為了方便照顧 可能爸媽有生病 有慢性病 那她自己要上夜班 可能也要把這個錢給賺足 才能照顧好爸媽 沒有想到 自己逃過一劫 爸爸媽媽天人永隔 太多這樣的故事 那也請大家體諒一下 在現場的記者 他們有時候 必須去問一些問題 追問說你來認誰 或者是你找到你的親人了沒有 他們也不想 可是這個是一個任務 那當然46位的這個家屬 我們昨天知道是高雄市政府有一個人發一萬塊的慰問金 一萬塊的慰問金 你來看看白喬英 這個是過去這個前主播 3D的主播 那她是高雄人 過去也在高雄市政府做過事 她發了一篇臉書 很感慨 她說剛剛過了國慶日 當時這個琉璃的時尚建築相互揮映 全台灣都覺得這是一座魅力城市 可是在陰暗的角落裡 像是城中城這樣子 在嚴城區的大樓裡卻聚集著弱勢 還有年老的族群 他們沒有經濟能力 甚至沒有自理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逃都逃不掉 就算他看到了大火 他逃都逃不掉 白喬英說 希望這把火能夠燒醒 所有位居高位的父母觀 城市的角落不是你不想去看 它就不會存在 很陰暗 可能很誤會的角落 你不去看它 它還是在 它不會消失 那剛剛我們也提到了 友台的這個政論節目 昨天好像突然集體約好了一樣 這個這麼重大的一個社會事件 並沒有人探討 幾乎都沒有提到 那這個所以看到PTT上面 又有人這樣做了一番 這個貼了一番留言 昨晚的新聞政論節目 令人嘆為觀止 我應該沒看錯吧 黑正麗文占滿篇幅 比46條人命大火還要重要 那有些頻道 連一個字都不提 這是平行世界嗎 所以現在很多媒體都是這樣子 你去看你的這個媒體 有人綠的看綠的 藍的看藍的 或者是白的看白的 我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友台 過去曾經也有過這樣的例子 還記得也是一場悲劇 在台北市的錢貴KTV發生了火災 當時我們看到友台的標題 是這樣下的 錢貴臨森店向中廣照照鋼城租 房客有責房東 像是這樣子 這個風向 或者是該討論的焦點 好像跟我們不一樣 有點平行時空 民眾關心的到底是什麼 這個友台昨天的政論節目我們都來整理了一番 包括了這個三立的新台灣交流 包括年代 包括民視還有蠟新聞 還有台灣最前線 通通大部分 大部分都在討論正立文 那當然都說正立文變節 變色隆 前後不一 這個討論比較多 來 韋翰 媒體是個橋 你今天能夠把 月聽人跟新聞事件中間 就靠我們的新聞工作人員把它串連起來 橋就在那裡 想要看什麼新聞的人就去哪裡 這麼重大的46條人命 我跟大家講 因為昨天晚上我正在跟助水人直播 然後就是過程當中在看 有很多網友講說 一條都沒有說 我說先騷擾物照 因為政論節目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之中 你可能講了一個小時正立文 後面有半個小時 這個我覺得可以 昨天NHK CNN 路透社 國際媒體 都快訓推播這個新聞 而且是46條人命 而且是一個想逃 卻逃不出來的一個慘劇 然後你兩個小時 沒有 我以後你不懂 那個下午就錄影了 什麼叫下午就錄影 一點多就已經知道 至少30個了 到4點知道46個 所以這個題目 你是可談而沒有談的 那這樣還算什麼媒體 你根本就是 你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談政治 我選這題選那一題 每個節目 他不可能說兩個小時 什麼題目都談 可是他已經是 攸關國人的公安 而且有46條性命的時候 你連 我對不起 因為我都沒看 剛剛前子講的這幾個節目 我都沒看 我是看網路上講是沒有 還是說他的篇幅小 我們不要弄人家 是篇幅小還是完全沒有 是 偉翰今天早上 我們的編才會議 其實我們有在查說 有沒有全程看過 確實都沒有 他們發現其實幾乎沒有 好 那如果說確實都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論事老 我覺得沒有 大家不用留意情緒 如果確實都沒有 你要注意 他這個橋他只會 他只會帶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就他要你去的地方而已 不是你可以選的 今天不是我走進公園當中 我想要去兒童遊樂區 我想要去樹下 你自主 你沒有自主 你只能進了上了船以後 然後你上了這個船 他帶你去哪裡就去哪裡了 他不想讓你看到的 他就不告訴你 那這樣的話這樣的媒體其實基本上 他就是完全 可能只是一個非常小眾的 連議題都鎖定的 我還是那一句話 你可以談 你談了以後 你的角度是 這個韓國瑜當過市長都可以 但你至少要告訴人家 People need to know People want to know 這個東西是need to know 你必須讓他知道 他們為什麼會死在那個地方 他們是被嗆死的 我今天看到新聞 這兩天我講話都非常謹慎 因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們不能亂講 我看到現在有新的新聞出來說 七樓以上是住宿 那七樓以下的這些商場 荒廢了以後 燒了以後 煙網上被嗆死嗎 那你難道沒有基本的防火門嗎 就防煙了 現在看那個新聞講說有 但是被拆掉拿去賣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在搞什麼東西 那這是不是公安 這個跟政黨有關嗎 你不用告訴民眾嗎 媒體沒有叫化的責任嗎 如果你連這樣子 你都不願意去談這個過程 或是告訴大家 如果遇到狀況 我們怎麼讓自己存活下來 你都不談 只是因為害怕說 這個地方的這個市長 可能跟我們比較不好意思 那你還當什麼媒體 你不敢講話還當什麼媒體 就這樣 因為我還是跟大家講 就事論事 我沒有看這四個節目 這四節目 如果連一分鐘都沒有 那我相信它可能 配合有其他的考量 是 我們來看高雄這個 城中城的這個火災 那檢疫的領堂 已經搭建起來了 可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現場的志工還有官員 比來認領 或是上鄉的家屬還要少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城中城裡頭住的 都是很弱勢的人 可能官寡孤獨都有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面 大家看到 這些真的是弱勢中的弱勢 就算他走了 也許他都沒有家人 可以來上鄉 也許他都沒有家人 可以來認識 今天劉士芳 劉士芳他現在是民進黨的 副秘書長 立元黨團的這個副秘 那他過去也在高雄 他是過去高雄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當這個悲劇發生 有人問他 他說這是共業 其中有兩年是韓國瑜執政的 我們來聽聽看 趙董事長可能沒有搞清楚狀況 民進黨當然是長期執政 但是其中有兩年是韓市長在執政 那都更為老條例 在立法院修正的時候 當時的特殊案例 百分之百的同意的狀況 就是針對海沙烏 確實都更在北部都不好推了 更何況南部 可以看到他說韓國瑜執政一年半 他說兩年 沒關係 因為陳局十二年 因為他是陳局的人 所以我也不太願意去批評 先制我們要先講一個觀點說 你不要把記者去拍那種招魂 認識那個當作任務 那個是可以不要的 你看你剛剛講靈堂說 我們導播都去避開 那個靈堂的照片 那個其實可以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當新聞台的總監的話 我就不准任何人去拍 其實那個可以不要 其實記者也覺得很掙扎 讓我講完好嗎 你想看嗎 你想看大家在地上滾 然後這樣哭著著自己的 你喜歡看這個嗎 我不認為 但是因為我長這樣子 我也不可能當新聞台的總監 大概沒什麼機會 你剛剛提到那個KTV的大火 當時張亞晴有談嗎 張亞晴也不敢談 跟同一個老闆他怎麼談 但是錢職你現在犯的危險是說 當我們去批評友台這樣的時候 改天如果TVBS有涉及新聞的時候 那你談不談 以前TVBS在巴德陸的時候 當時我跟錢職都還年輕 我現在那時候都不知道入行了沒 有好幾個跟TVBS當時的 不是現在的 當時的女主播很多緋聞 醜聞什麼的 TVBS自己也不敢談 我自己的主播突出我要談 所以涉及新聞其實是非常難處理 所以我就不談這個 我要稍微回來談這個 這個是早上 蔡總統去參加這個動土典禮 其實這種 這種非常無聊的這種 剪彩的這種行程 尾翰以前跑總統電 這種行程其實總統不是非去不可 他可以不要去 所以蔡總統你沒事做嗎 蔡總統你在昏庸什麼 前子我們這兩天談了非常多的 這個住宅警報器 就是顯然在陳中城裡面 剛剛偽翰前面也提的 他就是沒有 那有什麼不買 一個一個警報器多少錢 你可以去Google查 那沒多少錢 就幾百塊而已 你不用買很好的 你可以買電子的 你也可以買測溫的 也可以測濃煙的 你總統就可以下訂去買了 我們不是債留子孫 舉債買什麼軍購就幾千億 然後紓困預算也8千多億嗎 你為什麼不能強制去買 高雄市被查出來的是什麼 是說譬如說你是中低收入 你可以來申請 你申請我就給你 你是被動的 政府是被動的 你政府可以主動 所有30年以上的房子 你沒有蓋得我通通發 我政府派人花錢免費幫你裝好 這樣可以嗎 剛剛偉翰講那個外媒 我實在很難過 我就不拿給大家看了 我們因為這種事情上外國媒體 當總統的丟不丟臉 你有什麼公開行程 你就沒有事 叫你去高雄你賣 你也可以搭行政專輯去看海董 你為什麼不能搭行政專輯 去探視那些災民 你如果不敢去 他不敢 前置我們看之前太魯格號 他就不敢去 他就是一個沒有溫度的人 他就是個空心菜 我要慰問這個罹難者的家屬 我沒有讀稿機 我要講什麼 你會不會痛 你很難過嗎 廢話 當你沒有讀稿機給他 你沒有安排好給他之後 他就不敢去所有的記者在拍 蔡總統 你會害怕我知道 因為你看讀稿機看習慣了 你旁邊的人觸擁 那些綠媒幫你拍馬屁你習慣了 當你要站在第一線 面對民眾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你是憑什麼連任 還817萬票連任 死這麼多人在米的台北 那也馬英九做總統 違憨你招馬英九背你 死這麼多人 馬英九躲在台北躲兩天 早就被罵死了 蔡總統躲兩天都沒事 有誰談蔡英文 我們談了2%半個多小時的 沒有人要理我 我丟球丟球沒有人要理我 就只有一個人在談蔡英文 沒關係 我來當壞人有什麼關係 重點在蔡總統 你才有權力 對啊 陳其邁本來就應該下台 你這樣把胡志祥當你沒辦法 蔡總統的 全職跟蔡總統 我捐一個月 我用一個月 我捐一個月 你捐一個月的錢是能幹嘛 又要跟泰魯閣一號 又叫大家捐錢 跟那個屏東挖眼 像朱學狠講的 大家再去捐錢 我沒有否認大家的愛心 但是前職為什麼 每次我們這種重大的悲劇 都是用捐錢來做Ending 這個我很不服 蔡英文總統今天下午有一個行程 應該是早上十點 我記得有一個行程 他有特別講說要把這個火災的原因 要給切切實實的找出來 其他沒有更多了 只講說禮拜六 也就是明天他會去南下 到高雄去探視罹難者的家屬 以及受傷的這些住戶 來 韋翰 其實這個城中城大樓 從2002年 觀眾朋友 2002年開始 他就已經沒有使用樓下的部分 所以是整整19年前 當時的市長 我們就做事論事 是謝長廷前市長 接下來成局十幾年 然後到現在 所以當他下面已經沒有使用 網路上其實有好幾個人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 2019年跑去拍 那個樣子我還以為是 我還以為是火場之後的一個狀況 來 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是網路上的照片 來 我給大家看這一張 這是2019年的時候進去拍的 2019年 老婆 你現在拍得到嗎 我以為這是火場之後 進去拍的建設畫面 學長 你有看到嗎 2019年就已經這樣了 蝙蝠梯那個對不對 蝙蝠梯旁邊 你看這裡有沒有 我還以為是燒購的樣子 他2002到現在 整整19年都是這個狀況 1到6樓 問題是你每一次 每一次你的市長來 你都沒有去做處理 所以我說 大家好好地把這個事情檢討一下 因為它是社會的邊緣 有點像香港的豬龍城寨那個樣子 就是 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是那個 他稱真的名字 九龍城寨是後來周星馳的電影 叫九龍城寨 好 這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你的這一些 社會的這個所謂的邊緣的角落 其實高雄市政府是知道的 所以他去了以後 他在1樓跟2樓的那一個 鐵柵欄那邊貼個公告以後 我有來喔 我有要檢查喔 晚上我沒出去了 我來過了 帶一個貼紙做紀念 就這樣 那樓上有沒有住人 那樓上住人他們怎麼上去的 坐電梯 那你告訴我 你到1 2樓被擋住 到底什麼意思 你1 2樓 你看到手扶梯 外面有北梯亞的柵欄擋住了 你說我上不去了 那住屋怎麼上去的 住屋坐電梯上去的 你怎麼不會去樓上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長期 大家都知道 然後被放棄的一個地方 我跟大家講 有垃圾 你把垃圾掃進沙發的底下 你看起來客廳是漂亮的 樓上集就是這樣 我說電影裡面了 劉特達說不行 他下面還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金玉其外 半續其中 我現在不單止高雄 但是高雄現在目前首當其中 每個城市的狀況 你要去做檢討 因為還有很多社會的邊緣人 他現在都還在痛苦當中 這兩天我看到最新的一個調查 他說我們台灣現在的 所謂的吃土族 月底就把錢全部花光的 有四百萬人 那你說你看剛剛看到那位 顧小姐 爸爸是失智 媽媽得癌症 你要叫他怎麼辦 錢全部都花光 對 這位顧小姐 他去台南賺錢 爸爸媽媽在家裡 在半壁休息 你說情何以下 另外那個也是一樣 為什麼會去跟爸爸媽媽 三個人租在這樣的地方 一個月才幾千塊 因為我沒錢 我去爸爸 去媽媽 我沒錢 我才去住這種地方 然後他們也知道很危險 可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社會上面像這樣子 在底層掙扎打滾的人 真的很多 所以其實市政府 相關的人 是不要再推脫了 46條人命 不要迴避責任 責任是什麼 自己負起來 責任是什麼 自己負起來 我們先回去看2011年 當時的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他彈劾暗衛過 請辭下臺的是時任都發局的局長 以及金發局的局長 那這一次高雄誰會下臺 下臺的人僅僅也是到局長嗎 我們就繼續監督下去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